如今,比起热心的剧,人们更加倾向于看很风格甜蜜的剧,所以是我们单纯的《小美好》播出之后,算是掀起了一阵美好的热潮,而其中的《沈日湖一天》也都成功迈入了小生小花的行列。 虽然这部剧播出好久了,但是如今想起来,还是觉得十分甜蜜,很多人都被剧中青春无敌的演员吸引,同时也喜欢上剧中平凡但是却很美好的剧情。 记得当时男女主的身高也是一个甜点,虽然两个人相差很多,但是这个身高差,却让人觉得很萌。 如今,《小美好》也正式开机一段时间了,这部剧名字叫做《至我们暖暖的像时光》,名字一听就让人觉得心里暖暖的,想必讲述的,也是一个非常温暖的恋爱故事吧。 我们能够看到这部剧情到的演员,颜值也都很高呀,而且完全不输小美好中的演员,每个人看起来都很阳光,很适合这种剧,而且两个男主的身高真的是好高啊,完全读书一支的超出周围远很多啊。 据悉,这部剧展书的不是高中,而是大学的故事了,想必也是会延续小美好,在平凡的生活中制造很多甜蜜的故事。 看开机上发现男女主不仅延续爆表,身高居然也是差了好大一截,但看女主觉得她还是很高的,怎么在男主身边真的矮了好多? 这个身高真的是可比沈润忽一天了。 其中的演员们虽然长得都很好看,但是却让人不太面熟。 出了其中的女主行妃,她演过什么剧不知道,因为很多人都是因为在《纵意》一年级中认识到她的,节目中的她也是一个十分讨喜的人,对她在这部剧中的表现还是很期待的。 男主虽然是个新人,没有太多的作品,但是外形还是很有初恋感的,据了解她是唐人的演员,想必之后会发展得很不错,不得不说这部剧让人有些期待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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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